成立满六年时间的巨欧科技公司 公司主要走GIS、MIS相关系统发展整合 与多媒体整合行销 不只公司的历史心 放你忘去 员工平均年龄也都在28岁左右 可以说是一间充满年轻朝气的公司 我都跟所有同仁沟通 我们不是主管 我们是拉拉队长 我们是有点像是一个班的班长 这个角色 我们在做的东西就是辅导所有的同仁 到达我们需要做的这个事项 把它做到最好 很多东西我们也都鼓励说 所有同仁能够把他的想法去发挥出来 走的是行销电子科技产品 所有员工经常要小组讨论发挥创意 透过创意激发彼此分享 主管与下属几乎零距离 轻松的工作气氛弥漫 也成为具佑科技员工最爱意的一环 我们的主管啊 他其实是用那个工程师的那个角度 去看待我们工程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上班就其实 他就可以穿拖鞋啊 或者是就 可以到处走动这样子 他其实没有很严谨的那个工作事程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很年轻 那所以总经理常常就是会直接跟我们来对话 那会就是真的很认真要了解我们的需求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就是互动关系不会真的是像上司跟下属 另外为了提升员工的知识 具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透过不定期举办教育训练 而且分享的主角就是员工本身 透过生活心得 也拉近员工之间的情感 更能感受到不一样生活的层面 我们是比较像是一个 一个海星一样 是一个网络式的 就是每一个点我们都相信说 他会能够贡献一些智慧出来 那我们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具佑公司 这次获选为落实保障员工工作权益的机佑单位 具佑科技谈到 劳资关系要和谐 与管理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 办公室环境与员工人数 虽然称不上是大规模 不过年轻活力十足 少了紧张的工作步调 他们要持续与欢笑互动 凝聚员工的力量 创造公司的生产力